大家好,我是舰长蔡任普 今年的诺贝尔生理获医学奖 在昨天也就是10月4号已经公布了 那今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奖的学者 是两位美国籍的科学家 一位呢是David Julius 另外一位呢也是美国籍 他是Adam Patapotian 这两位科学家 好,他们得奖的主题是 他们发现了神音系统 用来感应热觉、冷觉 及机械感觉的感应器的分子 他们就因为这样而获奖 那这个主题其实不是最近的科学进展 大约是在1980到1990年代 那时候就开始进行这个实验了 所以他就表彰他们当时的一些 先知卓见跟一些创建 好,那这个主题蛮大的 所以我打算把这个主题 分成两集的任普奖科普 为各位介绍 其中一集就是今天 我想用比较科普的角度 跟大家讲 在这个研究所发现的现象 跟我们人类一般人的生活中有什么关系 那另外一集呢 我想要跟大家讨论或是分享说 这两位学者是利用怎样的研究方法 他们如何破解里面的分子机制 讲的是比较学理、比较学术的部分 好,所以大概这个主题 我会分成两集 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跟大家先介绍 科普方面的一些相关的知识 到底这个研究 跟我们生活中有什么关系呢 好,那我们先讨论到我们的感官 人类的感官我们常说人类有五感 这五感是视觉、听觉、嗅觉跟味觉 第五感叫做皮肤觉 所以常常说除了这五感之外 有其他的直觉性的或是比较神秘的感官的 我们都称它为神秘的第六感 所以才代表说我们有五种感觉 就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皮肤觉 那皮肤觉呢 又包含了触压、冷、热、痛 这些感觉 其中触跟压是属于机械性刺激 这样的受气叫机械性受气 或者叫机械性的感应器 那热跟冷是温觉受气 那最后一个是更名一样的痛觉 我们就把它叫做痛觉受气吧 那这两位学者呢 他们的研究就跟这皮肤觉的五感有关 触压、冷、热、痛 好,首先他们先发现了一个感应到温度的感应器 在我们的神经系统当中有个感应器 专门感应到温度 尤其是热觉 就是热的感应器 当然随后他们也发现了冷的感应器 热跟冷、冷跟热都发现了 好,那他们之后就发现说 你的触觉或压觉 这些机械性的受气 他们也找出来了 尤其是这些机械性受气 是之前不知道的 是新发现的 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研究 好,那这些感觉有什么好玩的点呢 我们先从温觉开始讲起 他们发现说温觉这个受气 如果你给他的温度过高了 不但引发热的感觉 同时引发痛的感觉 意思就是说温觉跟痛觉分不开 当温度的温度过高时 你引发的不是只有热的感觉 还有痛的感觉 同样的冷觉如果给你很低温 像你的手放到冰块里面 你会发现你的手不是只有觉得冷 还会觉得痛 所以冷觉受气 当他接触到很低温的时候 你会觉得痛 好,所以温觉跟冷觉 它也跟痛觉有关 同样的机械觉 你用强力的方式压迫 也会感应到痛觉的 好,所以温觉跟机械觉 它们也跟痛觉有关 换句话说触压冷热痛 这五个感觉是息息相关的 好,这两位学者就是发现这些受体的机制 它们这些感应器的分子机制 就得到这个奖了 好,那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生活中吧 他们发现说 这个温觉除了受温度影响之外 也会受到一些化学分子影响 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辣椒中的一种物质 叫辣椒素 我们吃辣椒 你会觉得哇,这个感觉又辣又痛 大家可以回想 你吃麻辣锅的时候 那个又辣又痛的感觉 所以辣椒并不是一种味觉 它是同时混合的热觉跟痛觉的感觉 好,所以这个所谓的辣椒并不是一种味觉 好,那辣椒素会引发辣这个感觉 就是痛跟热 其实就是透过刚刚所说的那个温觉受气 好,辣椒素可以引发那个温觉受气 让你觉得热 然后同时觉得痛 所以又热又痛 甚至你会全身冒汗 主要是因为那个感应器 它遮到辣椒素 它会传到你的脑袋 跟你讲现在很热很热很热 所以你身体就开始要排热 包含没有没有你的体温 哇,脸都脏红 然后开始冒汗 因为当你在散热的时候 你全身的血液会 热量带到你的皮肤表面 同时引发排汗机制 让体温不断的散失 所以在吃麻辣的时候 你会全身冒汗 因为你身体感觉到很热 同时有刺痛的痛的感觉 这是这个研究也发现了 所以有些分子会引发热觉 也是透过这个温觉 这个热觉受气 同样的像薄荷中的某些化学物质 它会刺激冷觉受气 你一直觉得好冰凉 它也是刺激了你的冷觉受气 所以觉得好冷 因为它让你身体觉得冷 也是透过这些受气的 所以它跟我们生活中的食物 或是某些食物当中的分子 会引发你的痛跟热 或是凉或痛有关系 都跟这些分子有关系 另外他们当然也发现 我们的这些温度感觉当中 冷觉受气比较多 热觉受气其实密度比较少 这当然跟人类过去的演化有关系 因为人类刚度过了一次冰河时期 在冰河时期是低温的刺激 所以我们的体表 必须要对于低温要很敏感 如果你太低温会冻死 那时候对温度的高温的热觉 比较没有这么敏感 它对于演化上 偏测上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也发现冷觉受气的密度是比较高的 好 以上这是 热觉 冷觉 还有痛觉 他们发现这个感应器 在我们身上所扮演的角色 那我们回来讲这个 所谓的皮肤觉中的压觉 跟所谓的触觉 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轻轻摸是触觉 那用力一样就是有压觉 有压力的感觉 你全身很多地方 你的皮肤 你的肌肉 你的内脏都会感应到压力 你就会有适当的反应 包含我闭着眼睛知道我的手下的位置 为什么我知道我的手下的位置 甚至我闭着眼睛都可以让两只手指头碰在一起 我明明没有看到 为什么我可以让它精准的碰在一起 因为你全身的这些张力 它会给到你全身的压力 会让你自己会判断出你现在手指的位置 这叫做你的肢体的一个空间位置的感应 它都跟刚刚所说的这些触觉压绝有关 还有一些张力的感觉 好 所以这些瘦器都是我们皮肤很重要的瘦器 还包含你内脏跟你全身不同的组织都有这些瘦器在的 那另外一个经验 这些压绝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机械绝 为什么跟痛绝有关呢 我举个例子 有时候你轻轻摸你的手 你会觉得这是触觉或是压绝没什么 但如果今天受伤了 比如烫伤 或是你被球打到 或是撞到桌子 我们称为你这边发炎了 你的手络发炎了 你轻轻摸一下 好痛 好痛 这时候你的触觉或是压绝会对于这个刺激更加敏感 而且这时候传到你脑袋的感觉而不是压绝跟痛绝 压绝跟触觉而已了 而是会产生痛绝 主要是因为这边发炎的时候会产生一些化学物质 它会改变你的这些神经的特质 这时候你轻触的刺激会让它容易引发反应 所以有时候你受伤的脚 受伤的伤口 轻轻碰很痛 那就代表这些机械绝 它在这时候的痛绝的那个敏感度会增加 来帮助你的生存 因为受伤的地方就不要让它去碰撞 让它保护好它 不要让它受伤 好以上 我们就看到说 这个诺贝尔奖的发现 跟我们生活中的关系是什么 冷的刺激有哪些受气 热的刺激有哪些受气 你皮肤的机械刺激有哪些受气 它都可以帮助你调节体温 调节姿势 调节你身体的正常运作 好那这些跟我们生活习近相关 好最后呢我要补充一点 有人会说辣椒这个东西 为什么这么的辣 有些人很不喜欢吃辣 很不敢吃辣 那有些人是嗜辣卢米 主要是这样 我们辣椒在演化的时候 整个辣椒红通通的 它产生辣椒素 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哺乳动物 不要吃它 你是好辣不敢吃 因为在演化上 它不希望辣椒 被你们这些哺乳动物吃下去 因为辣椒也没有种子 我们哺乳动物有旧吃 我们在吃辣椒的时候 会嚼嚼磨碎磨碎 它的种子就磨碎掉了 所以在演化上 辣椒这群植物 它们产生辣椒素 是要让我们这些 可以感应到辣椒素的痛 热的都不要吃它 可是鸟类 它的温厥瘦气 对辣椒素没有反应 所以鸟类在吃辣椒的时候 它不会觉得辣 就是不会觉得痛或热 所以鸟类会很开心的 把辣椒吃完 主要是因为鸟类的牙齿 是不存在的 现身的鸟类 大部分的现身的鸟类 是没有牙齿的 所以鸟类吃辣椒素 就直接吞到肚子里面 所以它就比较没有机会 把辣椒种子磨碎 所以辣椒是希望鸟类吃掉我的果实 帮我把种子带到远方去传播 而不希望它的种子被哺乳动物 因为哺乳动物吃了 会磨碎它的种子 那你吃了 我就没有办法传递子带 我就没有办法生殖 所以最好产生一个辣椒 是让人觉得辣 就不敢吃 没想到人类就追求刺激 不辣是还好 但有些人就觉得 这个很刺激 这个痛的感觉 这个热的感觉 觉得会反而增加了食物的滋味 所以反而人类开始大量种植辣椒 来给人类食用 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插曲 所以辣椒树会引发痛觉 引发温觉 那温觉收集也因此被我们发现了 那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为什么要有辣椒树 为什么它要引发人类的乐觉跟痛觉 因为野花生它希望你不要吃它 结果没想到人类就是 反而变成喜欢这种感觉 就有像咖啡因当时在植物体内 也是为了蛆虫或杀死观众 结果人类喝了之后 反而因为它的一些 作用我们把它喜欢上了这种物质 好 以上我们就用科普的角度来看看 科威家发现了乐觉兽器 冷觉兽器跟机械鞋兽器 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些兽器的分子 跟它的分子机制跟性质 而对到诺伯尔讲 而我们这一集就来介绍 这些感官 这些感觉的兽器 对人类的生活之间有什么影响 有什么关系 那我们会在下一集来介绍 那他们当时用什么样的机制 用怎样的方法 用怎样的科学角度 来破解这些分子的机制 它分子的一些性质 那我们下一 另外一个影片讲 比较学理也不用我们再说 好 另外我想要补充一点 大家在吃辣椒的时候 会帮助你排热 所以吃辣椒你会觉得热 但事实上它是引发 是排热的效果 那不要以为吃辣椒你身体就会发热 因为它只让你排汗发热 反而会让你的热量快速的散死掉 所以你在冷的地方只吃辣椒 其实对你的体温的维持来讲是不够的 甚至是负面的效果 除非你吃的是麻辣锅 因为麻辣锅里面有很多的食物 很多油脂 你吃的这些很有高热量的食物 会让你的身体继续产热 那当然就可以预寒 但如果今天只是寒冷 你只吃辣椒 只吃辣椒素 你会快速的排热 因为你身体觉得热 就反而让你的热量大量散失 你反而身体容易失温 所以在热的时候 你可以吃麻辣锅 吃这些高热量的食物 同时追求辣椒的刺激 但如果只有辣椒素的话 它反而让你快速排热 而没有办法获得能量 反而会让你的体温容易失温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刺激你的热椒手气 让你身体觉得现在很热 就引发了排汗跟排热的反应 好就补充到这一点 那我们今天的热部讲科普 讲的是今年的诺贝尔奖 那我们先把科普篇先输到这边 那请各位就等待一下 因为学理篇这个部分 我要查一些资料 要找一些图形 要做一些设计 所以它的制作会比较花时间 那你给我一些时间 我之后会拍一段 学理篇的部分 再讲这个今年的诺贝尔奖 在学理上面的一些进展 那科普篇跟学理篇 就看各位小朋友或是各位同好 你们想要看哪个 就可以依你的骗号跟所需 去选择你要看科普还是看学理篇龙 好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